Hello! 今次我來打一打這個豆豆王子獸 打上級的 今次的主角是聖龍獸的 事不宜遲 入了才說 那為什麼我說聖龍獸是主角呢? 因為聖龍獸那招技是可以完全黑到無屬性 即是黑到幻身體啦 是很爽的事來的 大家可以入到畫面看看啦 那上次打了聖龍獸的朋友恭喜啦 你只需要一隻聖龍獸 那你就會輕鬆好多 那就搞定了另外那邊的彈彈獸先啦 這樣就搞定了 那級血魔獸其實都好好的 都不錯呀 那就不要等了 草技可以遲一點點 因為我中了毒 很嚴重 吐死他 搞定 咳咳 尚未見難度呀是不是 那就 我也是那句 其實我喜歡搞定了豆豆獸 因為豆豆獸和蛋蛋獸 我發覺都是有這個 有這個毒的攻擊 好慘呀 一有毒 一給他毒中 真是糟糕 嘩 又錯了 神經病 這樣呢 就針對著這隻 豆豆獸先啦 蛋蛋獸啦 還是這隻呢 那當然是 蛋蛋獸啦 蛋蛋獸 高防嘛 說實話 高防呢 就不是高密防 所以我打他是有利的 那 呃 剩下那麼少的時候 儲一下技啦 雖然星星獸中了毒 巨星獸中了毒 真的 也不太害怕啦 不草呀 很難打下去 對了 嘩 真是爽爆 嘩 毒死呀 糟糕 為什麼這麼毒的呢 那就開一下技啦 不是呀 都毒死的啦 對不對 那剩下兩隻聖龍獸進去 究竟夠不夠打呢 大家覺得 對了 爽開 開呀 嘩 咦 沒事沒事 安全進去啦 那就打這個 豆豆獸啦 豆豆王 豆豆王 一開技 大家看到是 有不錯的傷害 那就 其實 看下一回合可以秒倒的啦 對啦 那我就 呃 吸血魔呢 就打這個豆豆獸啦 加弓OK 那就 這一回合可以殺了 相信 哦 好 不好意思 Missy 哈哈 那不要緊啦 Missy 都無所謂 但你看到這隻 這隻豆豆獸已經是 活不成的啦 你看到他 相信生存不了的啦 他不要一下子紮下來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紮啊 紮都無所謂 撐得住啦 我相信 下一回合我開兩招的應該就沒問題 嘩吼 耶 哈哈哈 好嗨呀 好慘呀 那就只剩下一隻聖龍獸啦 那不要緊啦 我相信聖龍獸是一隻 呃 嘩 又來? 哦 耶 哈哈哈哈 好 玩完 嘩 好痛啊 真的打下去 不過不要緊 我有聖龍獸的加持之下 就這樣就贏了啦 上一次 上一次打到聖龍獸的朋友就恭喜啦 呃 這關聖龍獸絕對是MVP來的 那他打這個 呃 豆豆王子獸是非常之好的 是啦 這樣呢 呃 今天呢 到 到 到這裡為止啦 多謝大家啦 是啦 這樣如果 想得到更多的資訊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 多謝啦 祝大家打多點碎片啦 打多點碎片